第一个新的游戏就是 这个飞越教材对于两个人都是难点 极限人跑法没有问题 两个人都在一起 封在一起都为我 这些都是理性分析 但是会不会出现 一种客观事实 神秘力量是吗 对 就 真的有那么一种可能 会出问题 这样的话真给个机会 什么神秘力量啊 突然间宁清第一回合就直接拿下了 那这样的话 落地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宁清守住内线再开弹戒 CW三门的速度 没击满 这都有 谁更快 狮子更快 不再拟起 整体目前的时间段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别说我很稳哦 一直在跟着阿生 刚才阿生是出现 没有复位 他选择了直接冲过去 那这样的话就没了 他这个距离并没有拉开的 哎这边撞了一下给到机会 然后一个弹射直接反抄过来 但是又反给了 又把这个内道给抢回来了 这几个弯道狮子细节 五个暴击 那狮子太早了 跟车比较远 延续两个副位 副元二 三 出现一个僵直状态 那将来这一局 不太好追 出发很快啊 点飘过来 风载和狮子都没有问题 就0.5到0.4 这个距离没有拉近 还是拖了 一个没有拉近 直接实现反抄 这不是拉近了呀 直接反抄 对但这个距离有点远啊 嗯 太好追后面没有太多的难点 再 哎 上墙了 然后再衔接一个弹射过来 你没弹出来 这样的话延续不上了呀 一人是能延上的 来到室内 后面的话 没有顶着弹射的机会 除非宁星没弹出来 对但是这个点 弹不出来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两个弯道弹射 会非常的舒服 下一个弯道看一下 双沙坛 嗯 嗯 这边延续是没有问题的 半拳过去了 现在是黑人有优势 对 看下后面的表现 在路底以后又换了一拖票 风载是采取了一个 比较极限的灯风飘跑法 那这样的话 没机会 哎呦 他拖飘了机会来了 还好 能够卡住自己的第一名 哎 压车这一次风载压车都非常完美 这一次没有问题 但狮子也没有问题 一次又拖过来 会不会有人歪 断空飘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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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也慢了 轻轻做不到 跳过来 要看我们定性了 前面还要弹 看弹色有没有锁 哎 风载锁了 风载这边没有弹出来 那这样的话 安妮提醒了反超 反超流点音乐差距 但安妮给到了安妮 有对抗的机会 哎 哎呀 这里 撞人在左边 歪了呀 后面的路段已经不多了 刚刚的甩尾15点已经过去了 后面可能唯一的心 尤其就是 几线跑法 几线跑法 没有问题 两个都是那 风载一声 已经拉开了半个车身位 对 这一次从起步来说 宁兴没有对抗的机会 对 双方的平均时速 来了 完了 对方 使这边平均速度去卡一下 风载的车身 他刚刚那个弯道是风载没有守住啊 对 对 而且下一个弯道 行的一次又也消出来了 现在的话差距是在0.4 不过不得不说 请 今天发挥是真 哎 晚点再说 好好好 弹气延续过来 这个路段 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的后追啊 哎 啊 怎么说 呃 应该是弹气延续出现一点问题 而且这个路线 碰一下桥 这一段路 对 对 他也跳啊 但是他分辨了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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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形成反超音和直光拿第一了 永远要相信光啊 他和琴之间还差了1.8秒 如果说这局比赛他能够拿到第二名且跳 啊 拿不到了 旺不给机会的话 风是没有办法护追的 不过现在风领先 旺的分数是足够安全的 四分啊 但这局的话也是尽量 啊 旺给机会了 这次看怎么选 这把风起步很快 啊 啊 哎呀 是 距离还会被三次拉开 不过这张图第一圈 啊 啊 长直线过来之后 这个弹器 大脱飘 这边的一个路线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进入到第二圈之后 还有两个ECU 对于他来说 能够瞬间拉近于MuRest的距离 再 哎 这天死了 连带到一下下的Binky 那这样 能够瞬间拉近距离的 可能只有他的分数了 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 呃 就没办法 啊 刚说完 返超了 距离有点大呀 哦呦 这返超以后距离有点大呀 对呀 哎呦 多佼 那 如果说 后续两个人再出现任何一点失误的话 哎 这一局就赚了 刚说 来了 上墙了这边 前面一个弹射角度本来就不是很好 后面想要一个甩尾快出 直接上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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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后面虎视眈眈 一个意思又叩过来以后 两名拳手才是近乎于并驾起去 后面担心路线歪 啊 哎 这边逆心是直接 这个谁歪 我觉得好像有两个人歪 哎呀 蛋仔又歪 前面的路线 你没有失误的话 你想反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了 是的 差距还在0.5以上 这里落地 哎 撞墙了 反超 莫瑞斯有机会啊 感觉自己反超了呀 从地上 哎 没有 差一点点 差一点 只要侧身过来的话 这个意思又一定反超了 如果约上11层还行的话 我觉得 努力怎么的事 这样主意也可以 哎 刚说完 反超了 很可怕 你是你是看着我说的 目前来看 这个开局起步很顺利啊 哇 这两个人集大了 不为了 CW是出来了 但目前的这个距离啊 想要跟上前车 那就只能看这个集装箱 能够带给选手们什么样的 大礼包啊 这边小瑞 WC大概要注意一下 路线还是要卡到这个位置啊 一点太靠左了 两个人都给了 给了拨礼包啊 悬上要看一下下一个弯道了 现在三平手有距离都很接近 有点危险 哦 但刚说完前车 没弹出来 飘落地 看一下 红二这边没有 哇 这个路线选择红还是非常极限 这个弹车路线也非常的好 看一下 已经跟悟空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 看下一个弯道意思又释放过来 对于悟空来说 这个距离真的不好追 WC已经没有太大条 但是 红二给到机会一个复位 让悟空反超过来 这怎么能贴死呀 红孩儿